好,所以现在我们上课好不好? 好,现在我们上课 对了,好,现在看这是什么? 这是茄子 很好,这儿有几个茄子,利明? 这儿有三个茄子 对了,茄子好吃不好吃,雅姨? 茄子很好吃 所以对它来说什么很好吃? 所以对它来说茄子很好吃 对了,对你来说茄子难做不难做,雅姨? 对我来说茄子很难做 很难做 对了,所以对它来说什么? 对它来说茄子很难做 对了,茄子上边有什么? 茄子上边有番茄汤 对了,上边再说 上边 茄子上边还有什么汤? 茄子上边还有鸡蛋汤 对了,所以鸡蛋汤跟番茄汤在一块儿,我们叫做番茄鸡蛋汤 好,再说 番茄鸡蛋汤 对了,美国有没有番茄鸡蛋汤? 美国有没有番茄鸡蛋汤 对了,所以美国人喝得罐喝不罐番茄鸡蛋汤 喝不罐再说 喝不罐 对了,所以中国人喝得罐喝不罐番茄鸡蛋汤 所以中国人喝得罐番茄鸡蛋汤 很好,鸡蛋再说 鸡蛋 对了,好,茄子下边有什么东西没呢? 茄子下边有生菜 很好,生菜旁边还有什么? 命名 生菜旁边还有 什么? 番茄 对,好,所以生菜旁边还有什么? 生菜旁边还有番茄 对,番茄旁边还有什么? 番茄旁边还有叉子 对,所以这碗生菜里边有几把叉子? 这碗生菜旁边有一把叉子 你用得罐用不罐叉子吃生菜 我用不罐叉子吃生菜 生菜 对了,你用得罐用不罐筷子吃生菜 我用不罐叉子吃生菜 为什么他用不罐筷子吃生菜? 很好,生菜旁边还有什么? 生菜旁边还有一个男人 好,再说一个男人 好,这个男人做什么? 这个男人喝啤酒 对,你觉得他喝啤酒喝得多不多? 我觉得他喝啤酒喝得蛮多 对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的脸很红 对,因为他的脸很红再说 因为他的脸很红 所以你们知道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他喝啤酒喝得很多 要是你喝啤酒喝得很多 你的脸会不会很红? 要是我喝啤酒喝得很多 我的脸就会很红 对了,但是我的脸分生 我的脸 对,好,再说我的脸 我的脸 好,所以我的脸就会什么? 我的脸就会很红 要是天很热 你的脸会不会很红? 要是天很热 我的脸很红 对,你的脸就会什么? 我的脸就会很红 对了,要是天很热 我们的脸会不会都很红? 要是天很热 我们的脸就会都很红 都很热还是都很红? 都很红 对了,好,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红酒 对了,这儿有几杯红酒? 一杯,一杯,一杯,一杯 很好,这杯红酒的红酒见到哪儿了? 这杯红酒的红酒 这杯红酒的红酒见到杯子外边儿了 对了,所以有了,好,所以这杯红酒的红酒见到哪儿了? 对了,很好,要是你的红酒见到杯子外边儿了,你会做什么? 要是我的红酒见到杯子外边儿,我就会擦红酒了 你就会擦红酒还是擦? 擦杯子外边儿了 好,我就会擦杯子 对,好,再说 我就会擦杯子 好,见到a place有localizer 擦什么东西没有localizer 所以擦红酒,对,好,再说 擦红酒,擦杯子 再说 擦杯子 要是红酒见到你的衣服上,你会做什么? 要是红酒见到我的衣服上,我就擦我的衣服 很好,要是鸡汤见到你的大衣服上,你会做什么? 要是鸡汤见到我的大衣服上,我会擦我的大衣服 我就会擦我的大衣服 对了,很好 好,现在我们看什么? 现在我们看新生词 什么? 对不起 要是你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你说什么? 要是我让别人觉得不舒服,我就说对不起 对了,要是别人说对不起,你就说什么? 要是别人说对不起,我就说没关系 对不起 没关系 很好,对不起 没关系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很好 对不起 没关系 对不起 没关系 很好,好,要是别人说对不起,我们也说什么? 要是别人说对不起,我们也说不要紧 再说 不要紧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紧 对不起 不要紧 很好 好,什么? 没问题 所以,no problem 现在老师跟你谈谈行不行 没问题 对,你也说什么? 行 你能什么? 你能跟我谈谈 对了,好,没问题 再说 没问题 你能不能用英文跟我谈谈? 我不能跟你英文谈谈 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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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谈谈 对,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上中文课 所以 所以他不能用英文跟我谈谈 所以现在你们只能用什么跟我谈谈?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用中文跟你谈谈 所以现在你能不能用中文跟我谈谈? 没问题 好, another 没问题 对了,很好 所以 it's a short way easy way to answer 没问题 再说 没问题 对了,好 要是我说谢谢 要是我说谢谢 你说什么? 不客气 对,不客气 再说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好 谢谢再说 谢谢 好 什么? 客气 对,客气 有坏意思 所以 你是不是客气的人? 我是客气的人 所以你觉得他对同学客气不客气? 所以 我觉得他对同学很客气 对了,老师对学生客气不客气? 老师对学生很客气 所以老师是不是客气的人? 所以老师是客气的人 很好 要是老师对你很客气 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要是老师对你很客气 我们的关系 就很好 再说 我们的关系 就很好 要是你的同屋对你不客气 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好不好? 要是我的同屋对我 同屋对我 不客气 我们的关系 就不好 对了,很好 所以 关系relationship 你跟同屋的关系 好不好? 我跟我的同屋的关系 很好 对 你觉得杨老师跟侯老师的关系 好不好? 我觉得杨老师跟侯老师的关系 很好 所以 中文同事的关系 好不好? 所以 中文同事的关系 很好 所以 什么是同事? 后语 对 所以 中文同事是谁跟谁? 中文同事是杨老师跟侯老师 所以 中文同事的关系 好不好? 所以中文同事的关系很好 对了 还有什么? 要紧 要紧 再说 要紧 你觉得说中文的时候注意四声要紧不要紧? 我觉得说中文的时候注意四声很要紧 你觉得学中文对你来说要紧不要紧? 我觉得学中文对我来说要紧不要紧? 你觉得学别的课对你来说要紧不要紧? 我觉得学别的课不要紧? 啊 所以 对他来说什么? 对他来说 学别的课不要紧? 很好 什么? 问 问 什么? 问 问问题 好 问问题 再说 问问题 要是你有问题 你问不问老师问题? 要是我有问题 我就问老师问题 你还能问谁问题? 你还能问谁问题? 我还能问老师问题 对 还能 别的 还能问谁问题? 还能做个同学 对了 所以他还能问谁问题? 所以他还能问同学 问题 对了 很好 什么? 好 再说 再说 再写 再听 再看 对了 很好 什么? 谢谢你 请我喝绿茶 快一点 什么? 不客气 哎呀 你的绿茶 见到我的新衣服上了 所以 谁的绿茶 见到他的新衣服上了? 贵南 贵南的绿茶 见到张红的衣服上了 对了很好 所以 要是你的绿茶 见到别人的衣服上 你就说什么? 要是我的绿茶 见到别人的衣服上 我就说 我就说 对不起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要是别人说对不起 你说什么? 要是别人说对不起 我就说 没关系 或者 不要紧 不要紧 什么? 可是 我得擦我的衣服 所以 他用不用擦他的衣服? 我得擦我的衣服 所以 他用不用擦 所以 他在擦 所以 他在擦 擦他的衣服 对了 擦 再说 擦 所以 他用不用擦他的衣服 所以 他 得擦 擦 他的衣服 很好 命名 昨天 的 生词 对我来说 太难 对 生词 生词 好 所以 昨天的生词 对他来说 容易不容易 所以 昨天的生词 今天晚上 你能不能跟我说中文? 所以 桂南今天晚上想做什么? 今天晚上他想说中文 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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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什么? 你说得太快 请再说一次 他说什么说得太快? 他说话说得太快 对了 我写字写得很快 我写字写得很快 对了 我们也说 他写得很快 对 因为没有object 所以不用duplicate the word 好 什么? 我觉得昨天的生词不太容易 今天晚上你能不能跟我说中文? 什么? 没问题 很好 好 总是 means always 好 什么? 妹妹的同学总是不太客气 要是你的同学对你总是不太客气 你还喜欢不喜欢你的同学 要是我的同学总是对我不太客气 我就不喜欢我的同学 对了 好 什么? 注意私生对我来说总是要紧急的 所以注意私生对你来说要紧不要紧 注意私生对我说总是要紧急了 对了 要紧急了再说 要紧急了 谁让你总是注意私生 老师让我总是注意私生 对了 上中文课的时候你总是注意什么? 上中文课的时候我总是注意私生 为什么他总是注意私生? 什么? 好 什么? 哥哥的同屋总是在教室写中国字 所以总是MVO 你总是在哪儿学中文 我总是在哪儿学中文 我总是在教室写中文 所以他总是在哪儿学中文 所以他总是在教室学中文 你总是在哪儿跑步 我总是在球场跑步 对了,很好 看中国字 司马丹 明天小青没有课 今天他不用看书 对了,所以今天小青用不用看书 所以今天小青不用看书 今天你用不用上中文课 今天我得上中文课 对了,很好 她的母亲说她可以去屋子外边 所以她跟同学大营一块儿先去饭馆吃晚饭 再去咖啡馆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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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小青今天忙不忙 所以我觉得小青很忙 对,很忙 对了,为什么她很忙 因为她跟同学大营一块儿先去饭馆吃晚饭 对了,为什么她很忙 再去咖啡馆吃晚饭 再去咖啡馆吃晚饭 所以大名是什么 大名是她的同学的名字 对了,好 所以她跟谁一块儿去吃晚饭 所以她跟大名一块儿去吃晚饭 好,read it by yourself 所以她们用得罐用不罐筷子 吃晚饭 好了,所以她们用得罐筷子 哦,为什么她们用得罐筷子 因为她们都用筷子用得很好 她们吃饭吃得很慢,对不对 对,她们吃饭吃得很快 对了,好 所以吃饭吃得很快 用筷子用得很好 是什么,complement 对,是那个complement 小青用筷子加番茄的时候 番茄掉到碗里边 好,又为 碗里的鸡汤溅到大名的饼上 对,鸡汤 对了,好 所以你觉得她闹笑话了没有 所以我觉得闹笑话了 对,谁闹笑话了 她闹笑话了 她什么时候闹笑话了 她用筷子加番茄的时候闹笑话了 所以你觉得她加个罐加不罐番茄 所以我觉得她加不罐番茄 好,雅妮 到您发娘的时候 我们小青说对不起 好,欧伟 对不起,我没注意 我闹笑话了 请让我请你吃饭吧 对,很好 第一个请是什么 第二个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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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所以谁会给钱 谁会给钱 小青会给钱 对,为什么 因为小青说 请让我请你吃饭吧 对了,很好 可是什么 可是她的衣服里边没有皮包 哎呀,怎么办 她说 我记得我的皮包在我的衣服里 没大过 可是其实衣服里或者书包里都没有 哎呀,现在她的脸红死了 为什么现在她的脸红死了 因为她闹笑话闹了两次 对 所以,闹笑话闹了两次是什么 frequency action compliment 对了,很好 你闹过笑话没有 没有 我闹笑话 对了,你写中国字写了几个今天? 我写中国字写了五个 你写中国字写的快不快? 我写中国字写的很快 对,写中国字写的很快是什么? Matter and Compliment 对,好了,好,什么? 这字还是这字? 这字我请你吃饭,下次你再请我吧 为什么? 因为他的脸上已经没有鸡汤了 所以已经什么什么了 这是我们的句型好不好? 好,this time 这一次 last time 下次 上次还是下次? 上次 对,上次,好,last year 去年 去年 smore 去年 好,next year 明年 对了,this year 去年 去年 今年 今年 好,再说 今年 对了,next year 下年 下年 next year 明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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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好 所以再说 next year是什么? 明年 last year 去年 this month 这个月 下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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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今天 昨天 昨天 明天 对了 对了 好 好 什么 得 好,什么 不用 好,所以我们的 question form 是用不用 statement 得 不是用 negation 不用 所以你写听写的时候 用不用注意次生 所以我写听写的时候 我得注意次生 很好,你还有什么时候也得注意次生 还有 说中文的时候也得注意次生 为什么你要注意次生 因为次生 对你来说要紧不要紧 因为次生对我们来说要紧极了 好 对,也有什么 非常要紧 还有什么 很要紧 a little bit 有一点要紧 not that 不太要紧 很好 好 什么 现在我觉得不太舒服 我得喝点鸡汤 所以她为什么要喝点鸡汤 因为她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她得喝点鸡汤 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想喝什么东西 我很舒服的时候 你不舒服的时候 我不舒服的时候我想喝鸡汤 对,所以她不舒服的时候她得喝什么东西 所以她不舒服的时候她得喝汽水 对了 很好 好,今天就到这儿下课 好,谢谢 谢谢